在航天领域 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 中国人什么时候能登上月球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 吴伟仁院士明确表示 2030年之前 要进行月球科考 肯定是有人的参与 在采访中 吴伟仁院士向我们透露了 一个重要的信息 现在大家很关心 中国的载人登月 那我们是不是在2030年前 就有希望能够实现中国人 到达月球呢 2030年之前 中国人的脚印 肯定会塌在月球上去 这没问题的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 月球探索的四期工程 有的是什么嫦娥6号 嫦娥的7号 嫦娥8号 主要是在月球南极 建设个月球科研站的基本型 在2030年之前实现 吴院士给我们介绍 嫦娥6号任务计划于2024年 前后实施 她的主要任务 是到月球背面采样 并携带月球样品返回地球 这也是人类第一次 从月球背面采集月壤 嫦娥7号将去月球南极 寻找月球存在谁的记录 嫦娥8号将配合 嫦娥7号在月球南极 建立国际月球科研站的基本型 对月球资源勘探和利用 能进行一系列的实验 对月球资源在月球里面采集月球里面采集月球资源